台经必读一天连发三规划 信息产业五年发展路线明晰 国务院副总理出席第九届中欧论坛汉堡峰会 并发表主旨演讲 刘鹤表示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恢复 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情况总体正常 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将超过预期目标 明年将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 稳定性可持续性 在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方面下更多功夫 为市场创造良好预期 为中小企业和外资企业创造更好环境 光伏巨头龙机股份官网 11月30日调整了丹京的官方报价 各尺寸龟片价格下降了0.41元 每片0.67元每片 降幅为7.2% 9.8% 有投资者认为 龟片价格战正式开打 这龟片疯狂扩产的结果 会议强调 要着眼全产业链 强化农机装备研发制造和推广应用 加快补齐短板弱项 促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 更好支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征求意见稿提出 物化物中的烟减浓度 不应高于20毫克每克 烟减总量不应高于200毫克 指导浙江省财政部门研究实施碳达峰 碳中和财政讲成政策 将能耗强度 碳排放强度指标完成度和财政资金讲成挂钩 推进浙江省明熙各类转移支付功能定位 优化转移支付体系和结构 更好发挥一般性转移支付 均衡区域间基本财力配置 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保障 基本公共服务落实 专项转移支付引导下级干事创业的作用 11月30日 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出台 关于加强交通运输新业态 从业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 从完善平台和从业人员利益分配机制 支持从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等方面 进行明确要求并提出保障措施